Hello Hello 今集我們介紹按摩片 這裡有靚仔技師 也有美女的技師 是一間非常不同的按摩店 而這裡是位於一個高層的商業大廈 還有無敵海景 沒想到 而每一間房間都有投影大電視 做任何按摩都不會悶 我們今集介紹的是 觀航影院足道方寮SPA 來的方法很簡單 福田口岸過來 搭一個站去到福民站 再轉深藍色線去到長沙站 C出口走過來 只需要大約5分多鐘 在C出口一出 向直走 轉右 再向直走多大約8-200米之後 左手邊過馬路 再去對面之後 基本上就已經到 而這個位置 還會有一個大型商場可以逛街 而我們要去就是左手邊 日飛酒店這個位置 的入口 進入我們這間 按摩SPA 的地點 只是門面 是不是非常高檔呢 大家只需要在這四部升降機 按上去就可以了 而樓層就是31樓 而一進到門口 其實整個店面 環境都很大很舒適 而觀河這裡 本身都有不同的服務 你可以做選擇的 現在各位看了影片的觀眾 只需要會員價就可以了 而旗子因為它新開張 還有一些充值優惠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而今天我們會做三個服務 拍給大家看 而店家還說 如果看了我們影片的觀眾 還有以上的優惠 大家只要顯示這個截圖 就有這個特價了 而我都拍下了他們的卡片 大家有需要可以加他們的微信 或者是用WhatsApp加這個QR Code 都可以找到店家 店員就沿途帶我們進去 我們今天做按摩的房間 這裡除了按摩和服務好之外 大家亦都要留意一下 它31樓的美景 剛剛的景如果大家覺得 已經很美的話 你錯了 因為它有另一邊 簡直是看著海景 這個環境真的超級美 而這裡有不同的房間 它可以多人到四個人都可以 而每一個房間同樣都有 一個接近80吋的大頭影屏幕 而拍按摩片 很多都有人問 就是有沒有得洗澡 這裡都是淋浴間有兩間的 洗頭水沐浴露 這些用品已經齊了 我亦都試過這裡的洗澡 水力和水溫都非常足夠 而房間裡面 還有很多不同的小食 可以讓你拿來吃 種類是我見過最多的 而其次一來到 還有一些時令的水果 馬上拿進來給大家吃 這個天氣吃一下 水果真是棒 除了水果 竟然還有甜品 只是這幾個服務 已經證明了它們 非常重視客人的體驗 職員就提供了 我們需要換的按摩服裝 它很漂亮的 還有一個獨立袋 我們做第一個項目就是 股法泰式推拿 259.70分鐘 而看扁價的你們 只需要優惠239元 而每一位技師進來 其實他們都會自己介紹自己 提醒你這一刻在做什麼項目 那就不要有紛爭了 貴賓 夏娥好 我是28號楊松絲 很高興為你服務 你今天消費的是70分鐘的股法泰式推拿 請問可以開始為你服務了嗎 可以呀 股法泰式推拿 其實我們頻道還沒拍攝過 也是第一次試試有什麼項目 究竟是否這麼舒服 服務裡面 包括有條毛巾放在你的頭部 就會幫你按摩一下眼睛 背部 肩部 頸部 頭部 這個股法泰式推拿都會做完 以上的位置幫你按摩之後 就直接進入泰式的按摩環子 而大動作的拉扯部分 也是泰式的主要賣點 就像現在圖中畫面這些拉伸的動作 只有泰式按摩才能做到 主要就是把你繃緊的骨落 透過這些大動作的拉扯 令你整個人輕鬆和放鬆 除了拉扯這些動作 技師還會整個人用全身的力氣 透過這個膝頭去幫你做一個按壓 因為整個身體的重量壓下去 相對比起手部就會更加有力度 以及膝頭的面積範圍也比手更大 這些動作也是泰式獨有的 蠻特別的 始終整個按摩過程70分鐘 我主要把精要的片段拍出來 除了剛才的腰部按摩之後 其實腿部也會做一些拉伸的動作 你看公仔媽好像條魚一樣 被人拉到飛來飛去 其實這些動作都很舒服 大家有機會都可以考慮試一下 這個股法的泰式推拿 還有現在粉絲價還會有優惠 大家有機會試一下 值得一試 好公仔媽做完最後這個手腳的拉伸動作之後 完成了這個70分鐘的股法泰式按摩 繼續就到我去做按摩了 而我就試了他們一個最高級的迷慢專享SPA 三百八十九元總共是九十分鐘的 而做SPA方面 它就不再是剛才的腳療房 但是每一間房同樣都有投影機 這裡的房間通常都是一至兩個人 還有一些特別小小 好像這間一樣是一個星空房 你好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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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SPA 你好 我是SPA 你好 謝謝 請問現在可以開始嗎 可以了 謝謝你 而這個迷慢專享SPA 也是這間店裡獨有的一些按摩動作 但是非常正經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當然因為我們頭要睡在這裡的關係 職員都會用一些積氣性的紙巾擋住 技師一開始就在我的背部掃了幾下 這幾下的動作都蠻舒服的 主要是想你個人進入一個放鬆的狀態 按摩起來你就可以更加投入 更加享受了 而一開始就會做一些比較輕鬆些 放鬆你肌肉的動作先的 就不會一開始那麼大的動作 這個全身放鬆的動作 整個按摩過程裡面大約佔了十分鐘左右 都蠻輕鬆的 而再下去就有一些相對大動作少少少 幫你拉扯的動作 技師簡直是會把整個人躺在你身上 再用他的力度去幫你進行這個拉扯 而這些服務其實是透過一些瑜伽的動作 幫你進行一個按摩的 所以這些按摩的動作我之前都沒試過 不過這樣被他拉完之後確實是幾不同 除了手部之外 而且腳部同樣都會做這些拉扯的動作 你都不要說 技師這樣扎在你身上 拉一下你的腳 整個人都蠻舒服的 而躺在這裡這個動作 壓腿又是非常舒服的 因為他會把手夾在你小腿中間 相對做完這個拉扯之後 腳筋是鬆了很多的 而之後還有一個拉扯腳部的動作 這樣拉高你的腳 整條筋都會鬆了 確實是不錯的這個服務 而GildaSpa當然會有些精油幫你塗勻全身 本身這個服務除了你的身體之外 背部、胸部、腳部都會一樣塗上這些精油 幫你全身做一個按摩 雖然我拍了這麼多次按摩片 其實塗精油上身體做Spa 我也是第一次的 原來將精油塗在你的身上之後 很滑的 基本上這樣做按摩去塗一下你的皮膚 整體的感覺都很舒服 所以大家沒試過做Spa的話 可以考慮試一試 最後將精油塗在你的身體前面 做完最後這個胸部的按摩 整體會塗勻全身 除了胸口之外 就會在我的大肚腩上面 不斷幫我按摩 加了精油之後 真的很舒服 雖然這個迷慢Spa 價錢上高一點 不過它的服務的確是不錯 以及整體的時間相對長 90分鐘 如果大家真的想享受一下 就可以值得一試了 而這間店舖值得一提的地方 因為新裝修 部分的房間窗簾還是全自動 再來第三個服務就是 公仔媽選擇的黃牌足度 169元60分鐘 而大家現在看影片的話 只需要158元 技師就把一些中藥的藥包 放在這個水盆裡面 問了公仔媽的水溫可以之後 就直接現在做這個足療了 60分鐘在你足療的同時 其實技師就會一路幫你的頭部 是在手部、頸部、肩部 不斷地做按摩的 還了一天 現在終於可以休息一下 真的很舒服 下面浸腳 上面按摩頭 而這裏的足療房 全部的椅子都是電子椅 可以躺平做一張床 而這些足度按摩最棒 就是你可以一路浸腳 一路做按摩 也可以同時看電影 我現在在一個超級大的私人影 看卡通片 但另一邊背部就在按身 真的很舒服 而這裏每一間房 都有一個超大的投影機的關係 所以你做無論不同的按摩項目 都是非常享受的 又或者像我們這樣 帶小朋友來 又不想他走來走去的時候 就可以播段片吸引一下他 而這個足療服務 千萬不要小看他 因為他做的按摩環節 絕對不是貓膚 而且有一個超大的亮點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技師是否非常英俊 這裏的技師一般來說 年齡相對較低 就不同我們平時去開養生館 那些衣衣叔叔 但是千萬不要小看他們 年紀輕輕 但按摩的技巧非常到位 當然男士女士大家是可以自己選擇的 按完頭肩頸背後 手臂技師都會幫公仔媽按摩 這個服務只需要158元 真的非常之划算 而你浸腳的時間 大約是20分鐘左右 不過因人而異的 你喜歡浸久一點 都可以跟技師說 慢慢浸久一點都可以 足底按摩真的最舒服 因為平時走得太多路 所以要按一按腳 整腳會輕輕的 好大約各項目到最後了 帥仔技師會再幫公仔媽按摩 再清洗多一次之後 整個過程就差不多完結了 整體是60分鐘 只需要158元 你就可以享有這個服務之外 因為有個帥仔技師 又有個美景 還有水果和甜品 真是超值 這裏真的沒得頂 首先這裏真的很好吃 再加上 有個年輕人幫你按摩 我真是第一次 不得了 好 最後來一個總結 這裏其實環境真的相當不錯 其次如果你晚上做了服務 是做完超過12時左右 還可以留宿過夜 而這個位置 就在上沙站走過來5分鐘左右 其實真的很近 就算你在福田打車過來 都是十幾元 除了這裏 是位於31樓 有個美景之外 其實我也挺喜歡 這裏這些投影電視 屏幕夠大 又多東西看 絕對不會悶 而觀河的樓下 還有個大型商場可以逛街 下面現在還在推廣 很多小朋友玩的活動 就算帶上小朋友來 都絕對沒問題 好像我們一家人一樣 今集就講到這裏 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